主料,马家沟芹菜一颗,辅量,海米五十克,盐,贝金少量,香油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这是马家沟芹菜,一颗很长,金是黄色的,捏起来是空心的,摘掉叶子,老的坏的扔掉,其他的叶子保留,清水浸泡清洗干净,海米先冲洗掉浮灰,用温水浸泡, 洗好的芹菜变成了这样,全部卷曲起来,这是它的特色,芹菜切断,不要切得太短,锅里放水,加适量的盐,水开后放入芹菜桌水,煮二到三分钟捞出芹菜,放适量的盐,少量的味精调匀,泡海米的水倒入少量至芹菜中,提鲜,放泡好的海米,淋少许的香油,拌匀即可食用, 烹饭技巧,麻加勾芹菜桌水时间不要过长,保持它的脆爽,麻加勾芹菜一起就会变得卷曲,这是它的特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